再問一些細節,水冷頭那些 你們以前那時,有一件挺有趣的 應該拿出來說說,有分歐洲式的水冷頭 和美式的水冷頭 美式的美式就真的純粹是靠水流量、水壓 來做那個沖泥,打到blog那裏 令到它的散熱效能高 但是歐式那隻,就純粹靠銅的密度 和精細手工,讓水流更快地帶走熱量 但是它的水流和美式完全不同 它的水流比較慢,所以用一個比較低水壓的泵 它都可以走到 我知道Vincent就喜歡玩了Alpha Crew Alpha Crew應該是歐式 Alpha Crew是歐式來的 怎樣呢? 歐式大部分都是屬於平衡線 以高水壓過了一步 其實應該都是屬於低水壓來的 低水壓 因為它不需要很高水壓沖過 它其實只要有足夠的流量去計流量 因為它是靠平衡線 那流量越快,它越快帶走熱量 所以當時呢,才會選擇高速泵 所以後來會出現,我開始看到DeFi DeFi其實是一種最美的泵 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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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C是最快的,最高速流量 後來才會出DeFi 實際上你們玩了多少錢呢? 阿輝哥應該便宜一點 自己做這麼多東西 很便宜很多,冷排 要不就拆冷氣機,拿一個凍蓋 要不就在一些 湯車場 那時阿力威又幫我在湯車場那裏 拿了一個純鋁的冷排 然後再自己改裝 加喉嘴 Eric姐教燒喉 我記得 對 自己加喉嘴 那時不會說領啞那些 領上去沒有的? 很難可以領啞的 有些燒啊,自己落同行燒啊 有些自己拿那些 喉枯那些,喉馬那些 你這樣找料都要花多少錢呢? 那些很有限的 一千、兩千、三千 總數加起來 如果自己做其他那些東西 真的不過三、四千 三、四千其實都很多 你現在千多元有一套 不同的 其實加起來 自己總數計算份薪金下去 那就是三、四千 那你要做Winson去訂的 訂要花多少呢? 如果我當時由我開始第一次玩水冷 到我完全叫做 開始現在的東西 還沒空去 我猜一顆都應該差不多三、四萬 三、四萬 因為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當時我有一個最出名的quick feed 就是透明quick feed 是啊,我記得 我也有想去買 普通一顆直咀quick feed 說要四十五元 四十五元 是的 如果L型說九十幾 T咀說八幾 一套水冷 一套水冷 十幾個 我那時候還要CPU Display Hard disk 連連DDC 也連連DDC 說到那裡 quick feed 都差不多買了三千多元 先後說 用多少錢去玩水冷 有沒有有趣的東西分享一下 有什麼趣味呢 有趣味嗎 有趣味嗎 有趣味也挺新鮮的 那時候買一個blog 只是賺到那些居馬費 加起來加起來 都不知道能不能夠買一部PSP玩 你賣這麼多頭 即都 PSP千多 那時候二千元 差不多 賣成這麼多頭 那當然是 以第一批和第二批來計算 後期那些 就已經是人工那些 已經加了一些下去的 那些多不多不少都有些 好 你有什麼有趣的說一下 當時我最記得短尾 短尾很喜歡玩一些叫做靜音水冷的 短尾順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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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歡用風扇的 最記得最經典的是什麼 他用銅頭 挖了一個大型的花架物體 或者類似槍花物體 就綁了一個窗外面 做生意 但誰知道室外溫度 比室內溫度還高 結果是形同去設 真的被吸熱 那水冷 即是 他又帶出機外面 去室外 因為室內太陽光曬著 曬著 熱回頭 即是沒有用 然後我們便笑到他們七彩 嘩 還有沒有一些異議呢 最搞笑的 另一件事就是Jacky老 他剛剛玩水冷的時候 Jacky老 即是網上的Jacky老 剛剛玩水冷的時候 他那台機 我記得就好像 不知 All-in-one 華瓶的 華瓶底把 All-in-one 然後傻傻傻走過來 又問他們用什麼水冷斗 好 然後後來又買了一張 6600 見到你出6600GT的 然後就買了6600 那時候被人串他 說他 你觀音投訴把腳 沒有Display Card 又不能超頻 又onboard Display 然後我最記得 就是買了一張6600GT的Display Card 為什麼Display Card 還要不是公版 那輝哥 沒得玩 沒得玩 那輝哥那個公版 買到出來 不是公版 就沒得玩了 這個問題 其實長久以來 都有出現的 就是不是公版的卡 是很難配到一體化水冷彈 是很搞笑的 那時候 我們最記得 我們笑了一個Pose 少了十幾版 都有的 有的 十幾版的 聽到觀音投訴把腳 這件事都已經 接著讓我們不停讀 Case 我最記得 那些Case好像什麼GTR 那些cheap case 有個人要提一下 記得嗎 阿Bi先 阿Bi訂了KP 訂台灣KP 台灣KP 因為他類似阿輝哥 那些屬於個人形式製造 他也是 一直做 但是呢 因為KP當時屬於 挺漂亮的產品 是啊 KP現在都有 訂單過多 做五千 阿Bi好像是03 從03至04開始訂KP 可以只訂一個CPU board 一個Display board 一個冷排 訂位 因為KP還有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最記得就是 他用那些鞋 不是香港常用的二分鞋 或者三分鞋 一定要用它 那些quick feed 我好像聽阿Bi說 前幾天跟他談電話 他說那些貨好像還沒齊 不知道欠過Display board 訂幾 那時候03、04年 訂到現在09年 是啊 未齊 到現在未齊 所以這些東西完全全身放在家 依然都沒有用過 嘩 那真的是 那時候賣碗水是很辛酸的 只是訂東西都隨時不知道有齊不齊 我還試過 記得我有一次訂東西 是他說地址錯 是 出回德國再回來也有 又長時間 最慘就是 搞兩個月 一來又 有時候自己 又經有遊戲玩 玩得幾開心 那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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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